中央社台北六日电高雄市场韩国瑜日前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专访时,以婚姻比 与台湾与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其中,它形容中国大陆与台湾是只赴为婚 美国之音VOA海峡论坛节目团队日前到台湾专 访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三日播出韩国瑜的专访内容 当主持人问到如何比喻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时,韩国瑜说,美台是先有后婚 美国人有钱,在50、60年前,西装笔挺,口袋麦克麦克来追求台湾 日本是先婚后有,因为马关条约签订,霸王应上宫,李鸿章一 先,割让台湾,然后日本开始镇压,屠杀,教化,开发台湾 而中国大陆与台湾,他说是只赴为婚 对于韩流吹到中国大陆,韩国瑜表示欢迎陆克到高雄玩 还对中国大陆网友形容自己是台湾高雄的葛优 他说,这样比较好记,你不觉得我脑袋跟葛优常德很像吗? 在被问到对两岸关系的看法时,韩国瑜表示 他在女儿去加拿大读书前对他讲的一句话,可以代表对两岸关系的核心精神 那就是出去读书,所有人都要做朋友 他说,华人留学时,内心是有差距的 看到白人很尊敬,好像要捧 一下,看到第三世界国家,好像要离远一点,这是错误的 韩国瑜说,所有人都是朋友 所有人一样重要,要把心胸打开 中国大陆来的任何好朋友都可以结为一辈子之心的朋友 有的台湾留学生这个不交往,那个不交往,就把自己窄化了 他说,把这个价值观拿来看两岸问题不是一样吗? 把心胸打开,五湖四海接兄弟,两岸关系不就通了 自己把围墙盖起来,把路堵住了,未来路要怎么走 他表示,高雄,未来只有道路没有围墙,所有城市,所有人都是高雄的好朋友 谈到希望与对岸哪个城市交流时,韩国瑜说都欢迎,但先选经济性比较强的,因为台湾内部总有很多杂音 一开始就选正,智性很强的,马上被穿小鞋,扣帽子,杂音太多,很烦,所以希望先选比较南方的城市,避开无聊的抹黑 至于访路计划,韩国瑜表示,如果去北京可以东西卖出去,人进来,也没有完全拒绝,先去北京,再到南方,也是OK 他说,多来多往,希望以南方城市为主,明波,厦门,深圳都是经济性很强的城市 编辑,逢昭10800206